手打的时候这么转出去 但是呢 轴不能起来 是这么样 不能起 不是这样的 就是叫不起轴 做所有的动作都不能起轴 你看 轴还是这样的 不能起来 抓着之后呢 手是这样的吧 你用掌也行 用传也行 要用掌的话感受更清晰一点 你就练这个东西 把这个掌从上面转到底下 但是轴是不动的 这是正常的 收轴的时候 这个手还得在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它才有拉 练太极 大家记住一点啊 任何太极的动作有两个 第一个动作从来没有对错 就看你第二个 你看 就是我轮这个锤头 我这么轮也行 这么轮也行 这么轮也行 这么轮了 你得顺这个地方打下来 第一个动作是收得轴吧 第二个动作你不能轴又戳去了 所以第一个动作收得轴 第二个你得手 小臂就是从轴和手之间 你给它拧个麻花 原来是这样的 你给它拧个麻花 要整天练这个麻花 身上的小臂上要有这个麻花 小腿上要有这个麻花 小臂上有这个麻花 小臂就不晃了 它的动作就像螺丝一样的走 小腿上有了这个麻花 它也不晃了 你所有的身上的动作都会把小腿 像个螺丝一样拧到地上去 我们的入地三尺和入木三番 指的这个脚 生根都是这个东西 一个练法呢 脚定入不动了 90度 你就开始往里拧这个小腿 要拧膝盖 这是一个练法 你看 它这一这样 你知道这人根本不行 它是这么打出去的 你要是这么打出去的 它自己打自己身上了 混圆拳 太极和实用拳法 完全是一样的 唯一是质量不一样 权力是百分之百的一样 混圆太极是拿一根绳子练拳 我拿这个棍收这个轴的时候 你不要看我胳膊 我胳膊等于你把它摸掉 它 你只看这个棍 它是这么走的 我们要求它这个曲线是这样的 里面有个硬的东西 但是它走的是个弧线走的 所以你摸一摸硬邦邦的 你看我们要求你胳膊是硬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它出不来刚才那个劲啊 那运动曲线也是一样的 你看 它这个圈是不是看上去根本就不是 但是我刚才说了是一个东西 但它这个两个东西的质量不一样 那个东西是硬的 你用手抓着它 它是这么画的 你看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 我再给你解释 混圆它到了这个地方 它画圈 你看看 就是懒洋洋的这么画 也没看出来有什么东西 它呢 因为这个东西 它这个棚出不来 所以它呢就让你说你使劲放松 使劲放松 放松到什么程度 放松到你觉得很得劲了 到了这儿来你能 咔 这么一下 这厉害了吧 你看这个圈 它这么样 是这么画的 一开始也是有点硬 你看 但它会越来越怂 越来越怂 松到最后说 松到怎么样了 你看对方一过来了 卡 我们是一直是这样的 你看上去 也没发过力 也没怎么 它怎么来得劲 就是我拿棍一直顶着你 出手就是逆缠 收肘就是顺缠 出手就是逆缠 记住了吧 所以练久了之后 你看的外形几乎是 你要不懂里面的原则 你就可以说这两种拳 没有任何可相同之处 懂了原则 你就看百分之百是一个圈